叮叮叮咚,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SUSI Channel,今天呢,这是新年了,马上就是新年了,再有两三天,咱们就到年底了,本来是不打算做视频,要休息休息的,但是看我朋友呢,提问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期视频吧,给大家呢,也这个压压惊啊,毕竟咱们这股市也是上窜下跳的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市场的情况。 说一说,我们下面几步呢,是怎么样进行这个投资了,跟大家做一下这个汇总在啊,再有的话呢,看看我们在新年当中,这个震荡行情当中,我们能怎么样呢,能够持续获利,给大家讲几个比较好的投资标的,看一下今天这个情况啊,现在呢,实际是股市还在进行当中了,标普500的话呢,上涨0.08点,道指呢,上涨0.25点,纳指呢,是跌下跌了0.2亿,Russell呢,是上涨了0.08%, 所以是这么一种情况,今天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小量的,缩量的,或者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震荡吧,或者是这么一种行情了。 然后朋友们呢,问这个有没有这个圣诞行情,实际我认为呢,还是有圣诞行情的,圣诞行情是说的是什么情况呢,实际上就是从12月的这个,12月底的吧,这个最后的第一个这个星期一,对咱们来说的话就是12月27号了,就是咱们这周的星期一,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1月的开盘的头两天,也就是说到1月的,咱们的2022年了,1月4号, 这七天当中,这叫一个圣诞行情,就是有朋友呢,曾经对这个圣诞行情的话呢,做过这种,就是总结吧,可以说,机构呢,也做这个总结,他们说什么呢,在圣诞行情的这个第一天,也就是说,相当于是开盘咱们这周的星期一那一天了, 如果要是这个指数上涨的话呢,超过1.3个点以上的话呢,这时候的话呢,在未来的这个七天当中呢,最后收尾的情况的话,七天的总体行情啊,是百分之百上涨的,这是从1929年开始统计的,一直到现在,但是同样的话呢,如果要是这第一天下跌的话呢,再上涨的可能性就不大了,然后另外的话呢,他们还做了一个什么有趣的统计呢,还做了一个有趣统计呢,就是说在七天当中这个圣诞行情啊, 假设它这个圣诞行情的话是上涨或者下跌是什么一种情况,他们也做了一个非常肯定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七天当中最后收尾的话呢,如果要是下跌的话呢,那么整个的一月份的这个行情走势都会是下跌的,如果要是圣诞行情的话呢,收尾如果是上涨的话呢,一月份下跌的可能性非常的低了就,所以我们整个的话呢,这周一的话呢,实际是一个大涨了,我们知道标普了,还有是纳指了,还有是QQ了,这个就是罗素了等等,它都是上涨的,基本上上涨了一个点, 有的1.35点,有的一个多不到两个点,所以基本上都是上涨了这么一个行情,所以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很有可能是期盼一段这个上涨的这个行情的圣诞行情, 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要是这个,我们圣诞行情这七天当中很有可能是上涨超过1%的事,要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呢,那我们一月份的话呢,也是非常看好的,所以它继续上涨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 当然了,这是以史为鉴了,根据历史的这么一个总结下来这么一个经验,但是具体,当然这个历史是历史是吧,历史是这么一种行情, 我们只能说大数据呢,显示是这个,但是当然到各股方面的话呢,或者是各个,各年每一年的话呢,当然或许呢会有出入, 我们也许今年是个例外,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机会呢非常的小,所以看的话呢,今天星期一的话呢,上涨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这一周七天的话呢,估计大盘呢是会收涨的,接下来第一月份呢也是会收涨的, 然后朋友们呢还问到了,就是说这个加息Taper呢,现在已经是加速了,我们知道了,就是加息之后的话呢, 这个行情会怎么样,这个呢实际我在前一期视频上呢有做了,就是加息之后的话呢, 这种情况,怎么说呢,很有可能的话呢,会迎来回调,但回调的话呢,也不是说立马回调, 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在加息开始之后的话呢,有一波这个正当的行情, 倒是可能性呢是非常大的,真正要是引起这个剧烈的回调的话呢, 其实反而是加息稳定,或者说是加息落地之后,已经利率稳定之后的话呢, 会有可能进行一波大的回调,一般情况下呢,时间都是一年到两年之后了, 真正加息启动之后一年到两年之后,因为我们知道加息刚开始的时候, 它的利率实际上还是非常低的,即使明年我们加息四次的话呢, 也就是只达到1%的利率而已,相对这个利率, 美国历史高位的利率3%了,或者2点几的这个利率的话呢,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么一个利率行情,利率水平嘛, 所以整体我们觉得投资者呢,不必要有太大的这个担心了, 然后的话呢,朋友们有的人问了,就是明年的这个行情会是怎么样, 我认为明年很有可能的话呢,是什么一个行情呢, 是在震荡当中的一个,不管是高位震荡也好, 低位震荡也好,是一个震荡当中调整的这么一个行情, 实际目前的这个整体的,就是说标普500的这个P ratio的话呢, 并不是非常的高,就是说标普的话呢, 目前我们可以看啊,现在是标普500,这个是4791点, 如果要是按18倍的这个适应率来算到18倍的话呢, 应该算不算很高的是平均的这么一个水平, 应该是相对比较低的这么一个水平, 那么现在应该是多少,应该是在4350点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它现在目前高出来了大概400个点左右了, 这个高出来的话呢,我们可以认为是这个美联储放水, 然后导致了这个溢价,然后导致了这个, 这一部分就是股价上呢,高上去了, 真正的话呢,如果要是在2021年年底的话呢, 如果要是抛出这美联储这个放水的这种情况的话呢, 它应该是4350点左右, 实际上2020年的话呢,有没有放水呢, 也有放水,当时的话呢,它是在3790多点, 3000不到3800点, 但实际上呢,当时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放水的话呢, 应该是在3300点左右, 也是有四五百个点的溢价左右, 所以跟这个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所以目前18倍市盈率的话呢, 并不算特别的高股, 所以我们这个认为标普或者是纳指的话呢, 还是有上涨的这种趋势的,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业绩, 就是说企业的这个业绩来盈利呢, 来支撑它这个股价的事, 所以的话呢,如果要是说它这个明年2022年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是怎么操作一个思路呢, 因为目前实际上是处于高位了肯定, 明年这个结束美联储这个放水了, 或者taper结束之后的话呢, 应该就没有这么强的这个支撑溢价, 那当时的这个股价应该恢复到多少比较合适呢, 也就是说在4350点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也就是这条线了,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大概回撤多少呢, 大概回撤是8%到10%的这么一个回撤, 也就是说目前的股价的话呢, 标普了, 标普把这种ETF来说, 回撤呢10%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比较合理的估值水平, 所以在明年的话呢, 如果要是说这个股价, 就是说ETF吧, 我们还说这个ETF啊, 标普吧, 如果要是能够达到就是目前的这个价格在下降10%左右的话呢, 就实际上呢, 是可以说是基本上应该是under, 就是evaluated了, 就是说低估了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可以无脑买入的, 然后这样的话呢, 把盈利空间也就流出来了, 他在4000再往上走的话呢, 我们可以盈利, 当然如果你要是说限价就买, 比如说我们圣诞行情啊, 大家有时间嘛都, 毕竟放假了都没什么事啊, 如果要是趁这会儿就买的话呢, 那怎么样呢, 那只能说是这个价格呢, 是真正要是到明年年底的话呢, 就是说结束美联储完全放水, 企业的业绩能够支撑起来的股价, 就是目前的这个限价,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实际是提前了一年, 已经支付了这个2022年的这个收入的情况了, 就是说他的这个股价的情况, 股价的盈利了, 所以目前的话呢, 也就是说明年的话呢, 要想做赢这个大盘, 跑赢大盘, 或者说是你能够享有盈利的话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呀, DC高抛明年会是一个这个震荡的行情, 也就是说呢, 当他股价回调到这个企业盈利水平能够支撑的这个股价, 也就是目前的当前股价在下调10%, 就是跑出到美联储放水嘛, 他的盈利能支撑起来的股价, 他跌的大于10%或者是更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无脑的加仓, 然后等他再涨回去的到明年年底的话呢, 应该会涨到目前的这个价格, 所以到时候这一部分大概10%左右的空间呢, 应该是可以作为我们的盈利水平的, 盈利的这个空间, 再有朋友们我跟你说明年的话呢, 怎么样咱们啊, 咱们要选股的话呢, 要选这个大牛股, 大牛股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一般就是行业比较热门的板块了, 热门板块当中的龙头股了, 我们最想说的就是Tesla这个股票了, 热门当中的这个龙头股, 龙头股呢一般都是牛股, 牛股有什么特点啊,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看一下最牛最牛的这个股,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标普500的这个股, 股票, 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啊, 牛股是有什么, 它第一点, 首先它都是在半年线, 就是200均以上了, 或者说250均线以上, 股价呢都是在有200均能支撑起来的, 均价以上, 而且的话呢, 它最好是什么呢, 成这个多头排列, 从上到下, 也就是说从5日10日20日30日, 然后60日120, 然后250日200日, 或者说这个均线是从上往下一次排列, 就是多头排列, 再有的话呢, 就是可以看牛股都是什么特点啊, 涨的时候的话呢, 涨的时候这个是放量的增长, 跌的时候的话呢, 是缩量的下跌, 我们比如说看看Tesla就能看出来, 基本上涨的时候的话呢, 都是放量的在涨啊, 大家可以看, 跌的时候呢, 没有什么量, 是缩量的跌, 这就是属于牛股的一个特征了, 再有牛股还有什么特征的话呢, 就是它这个走势是非常平稳的, 没有什么庄稼控股, 大家可以看, 你看标普吧, 基本上一天的话呢, 都是在这个均线左右上下震荡, 没有特别大的, 不是忽起忽落忽起忽落, 我给大家看一个不牛的股票, 当然也是我被套牢的当中的一个股票, 可以看一路下跌了这种股票啊, 股市, 而且走势可以看什么, 上下上下的这种就是波动, 非常非常明显, 这就说明什么, 有庄家的操纵, 或者说呢, 就容易被人控股, 这种就是不太牛的股票的这么一种表现, 所以大家要选呢, 要选这种牛股了, 明年操作的时候, 这是我个人的这么一个建议了, 然后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盘的走势啊, 说了明年的这个位点在哪, 大家还能不能入场啊, 再有一个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比较就是, 可以说大家稳稳妥妥的赚钱的这么一个方法, 明年我们知道是一个震荡的行情, 震荡行情当中呢, 直接买, 因为我们不可能买到最低点, 也不可能卖到最高点, 所以低买高卖的话呢, 我们只能说是吃到中间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利润, 并不可能完全吃到这个利润, 所以如果要是有期权这种就是, 交易经验的人, 我建议呢, 使用covered account, 尤其这个大盘股的话呢, 可以使用covered account, 那就是说呢, 不管它下跌了或者上涨的时候, 觉得它或者震荡当中的话呢, 这种用covered account策略的话呢, 实际上赚取权利金了, 就是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一个盈利手段, 即使这个股票不涨, 尤其是不涨的时候, 在震荡当中的话呢, 这是一非常好的策略, 至于我们普通老百姓, 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养老金啦, 或者是这些跑的, 不让买这期权啦, 或者是有的朋友可能对这个期权策略比较陌生啦, 没有什么熟悉的话呢,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比较好的, 可以说是ETF吧, 它这个呢就是QYLD, 是什么呢, QYLD的话呢, 就是纳斯达克纳指100, 然后同时呢, 它再加上covered account策略, 它这个平均的年回报率的话呢, 已经达到了20%, 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的年回报率呢, 是因为它每个月都会派息,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历来每个月它都会进行派息, 它是一个, 而且派息量非常的高, 它基本上派息的话呢, 它股价的波动并不是非常的强, 因为大家你看啊, 从这个去年就是说, 三月份大底价的时候, 百分之才12.77是跌到最低的时候, 现在也才刚22块钱, 所以也就是刚翻了不到翻了一个倍, 可是我们知道那个纳指了, 或者标普500都已经翻了两三倍了, 是不是,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 尤其是这种震荡行情当中, 或者说它的股价呢, 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大跌, 但是它派息这个红利呢, 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大家可以看美股0.18了, 0.7了, 或0.19了, 它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这么一个派息, 年底派息更多了, 0.2了, 或者0.3, 我们可以看去年年底的时候派息, 派息的话, 18, 19, 20, 20, 应该是这个月吧, 12月份派息的是0.23, 都派息量是非常高的, 这种派息的话呢, 足以就是说, 我们想想一个月是派息0.2几, 10个月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2%了, 2%的话, 它22块钱, 当然去年是12块钱的股价了, 所以它当时的话呢, 22块钱, 派息2的话呢, 就是说6%左右了, 不是6%错了, 10分之, 10分, 2除以6, 6分之1的增长了, 基本上20%了, 就是5分之1就20%了嘛, 所以有20%的增长每年, 基本上, 从它这个历史的回报率来看的话, 基本上也都是这么一种情况, 所以在我们没有期, 就是说没有什么期权的经验, 而且的话呢, 就是说比如说小股, 因为我们知道要做covered call的话, 最少手上要有100股的手支票嘛, 那个就是股票嘛, 而且做covered call的话呢, 必须选这种流动性高的股票, 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 可能它流动性不高的时候, 有可能交易不了, 没办法成交, 所以这也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尤其是期权的买方嘛, 我们卖方还好点, 所以最好是选这种流动性高的股票,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需要的注意事项, 可能普通人呢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呢就不如买这种ETF比较划算, 它有Q, 跟大家再说一下叫Q1LD, 它呢就是一个什么呀, 纳斯达克100, 然后再加上covered call这么一个策略, 所以它可以帮您呢, 就是整个的赚取这个权利金的同时, 然后呢, 股价如果要是纳指的往上上涨的话呢, 它也会跟着纳指的一起上涨, 所以是这么一种情况, 然后再有的话呢, 我还是想说一下就是这个Tesla这个股票, Tesla的话呢, 目前, 目前马斯克可以说它出股呢, 已经基本上快出完了, 出完了之后, 我们知道就会迎来它这大涨, 而且这个目前的话呢, 这个电动车行业, 我认为没有可以和这个Tesla相抗衡的目前还, 比方是Raven也好, 比方是Lucid也好, 我前一阵买了Lucid, 现在也是跌的一塌糊涂啊, 目前看来是被套牢的状态了, 也没有都没有管它了, 不过我估计它涨上去的可能性不太大了也, 像这种比我还是中国的中概股的这个小朋友理想了, 未来虽然涨了好, 但是它风险太大, 然后像其他的Lucid的Raven啦, 或者是苹果的造车啦, 他们这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的产能不足, 然后说真正能够生产的, 因为我们知道支撑股价的话呢, 必然是这个产能, 能够生产出这么多的汽车, 你才能值那么多钱, 对不对, 你生产不出来汽车从哪赚钱呢, Tesla呢也是从今年开始实现了这个盈利, 不再需要依靠这个卖探积分了嘛, 所以它的话呢, 目前可以说是怎么说呢, 这股票如果分成就是儿童时期, 就是发育发育时期啊, 不一定能不能长成的, 就是Tesla的前几年, 目前Tesla呢应该说是属于这个青年时期的, 正是这种爆发性成长的时候, 所以朋友们一定抓住这个机会, 像这种牛股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什么, 策略就是什么, 逢低就买入, 买入之后就不再卖了, 不要发, 不要撒手, 为什么, 这种股票是在它的成长期, 它比亚马逊了, 谷歌了还要好, 亚马逊谷歌现在基本上, 或者说Microsoft的微软, 基本上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价值股来看待, 不要再当成成长股了, 因为它的成长性非常低了已经, 可以说是怎么说呢, 成长股已经进入这个中年, 甚至中老年阶段了, 当然还不到老年, 就说中年阶段吧, 目前还是有发展, 但是已经没有那么强的爆发力了, 像小孩长个一样, 它肯定是青少年时候长个蹭蹭蹭往上涨嘛, 所以Tesla是这种这么一个股票, 然后呢, 再往后的, 还有我们股票分四种嘛, 儿童时期, 青年时期, 然后中年时期, 然后老年时期嘛, 有一些股票的话, 就是可以说进入末年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成长性了, 而且的话呢, 盈利也不太好, 开始出于往下打滑坡的, 往下滑的这种股票, 我们就不要再碰了, 所以目前的话呢, 我认为Tesla的话呢, 它这个已经站稳一千块钱这个, 就是要关口了嘛, 马斯克这个卖的也卖的差不多了, 所以等它这个站稳之后的话呢, 下一波的话, 等马斯克卖完了之后, 明年估计肯定就, 一月份肯定会卖完吧, 它肯定会再迎来一波这个涨幅, 再迎来一波涨幅之后的话, 如果股价真的能突破到一千五, 或者甚至两千的话的话呢, 它就可以再进行拆股, 然后又进行一波涨幅, 所以Tesla现在是处于这个高速的爆发增长时期, 指数性增长的时候, 而且它交车量非常非常的好, 今年我们知道它预计交车量是78万台了, 实际是交付了80万辆了, 所以是比预期的要好, 明年Tesla至少是要交付100万辆车的, 当然取决于这个上海工厂, 还有是柏林这些工厂的一些个产能的情况, 所以如果要是在中国的这个工厂没有问题的话呢, Tesla应该还会出现这种爆发性的增长, 所以目前的话朋友, 如果拿紧它啊, 如果要是它是在能够跌到九字开头, 八字开头的话呢, 因为它现在支撑股价是930, 它比较能支撑住的位置, 目前我认为1000块钱是已经站稳的了, 1100或者说1200的话呢, 到1200的话呢, 可以说是它目前就是, 马斯克卖完之后的话, 应该会达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呢, 就会成为我们这个股价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了, 1100块钱了, 当时我说1078是它这个强热分界了, 1078以上了现在, 所以它是进入这个强势阶段了, 所以朋友们如果要有的话呢, 就吃好仓不要动了, 如果没有的话呢, 实际追一追,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但是最好是等它这个就是日线图啊, 目前看日线图还是在上面的, 等它日线图下一波进行回踩的时候的话呢, 再加仓, 那时候的跌的位置, 我估计的话呢, 应该会跌到, 会见到900开头的这个股价, 或者甚至1000开头时期, 现在就有了900开头股价, 应该是可以会见到的, 所以到时候呢, 实话呢, 是可以无脑加仓的, 当然如果它是给我们一个更加, 更大的惊喜啊, 更大的surprise, 让我们过一个好年的话呢, 比如说它的约线图, 是真的往下再走走, 到时候出现700或者800开头的话呢, 600开头, 到时候我跟大家说, 就无脑加仓就好了, 因为现在它是完全可以, 它的这个盈利能力, 是完全可以撑起现在的股价的,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这两天玩的也有点太开心了啊, 基本上没有什么心思做这个网评了, 毕竟嘛, 咱这个就是虽然, 怎么说呢, 咱们这个粉丝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有的朋友的话呢, 给咱们推荐推荐, 让主播也有点动力啊, 跟咱一块把咱频道做好点, 所以今天的这个内容分享了就到这里了, 欢迎喜欢咱们频道朋友啊, 多多给大家分享, 然后的话呢, 期待估计应该是明年年后了吧, 或者我看看这两天, 如果要是没什么事, 我尽量抽出点时间来跟大家唠会儿课啊, 说两句话咱, 好了, 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最主要的还是健康平安, 实际这个股市赚钱了, 怎么说呢, 随风而去吧, 可以说都是一阵风啊, 过眼于烟, 咱不要看得太重啊, 还是要把身体弄好, 吃好喝好玩好, 这是最重要的, 好了, 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